这一款电源是比特大楼的光源电 型号是APW3++ 功率是1600W 输出42V的直流电源 最大直流电流是133A 最大输入的交流电流是10A 输入225V的交流电 我们讲一下这个电源 整个电路板的基本结构 这里是我们的225V的输入插座 225V经过这个插座 通过这个保险管进入我们的电路板 再进入这个由电感线圈和电容 电感线圈和电容组成的一个MI电容 它这个电路在这里主要是移植那个电池干扰的 我们开关电源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那些 开关磨虫干扰磨虫 经过这个电路移植掉防止它干扰 干扰我们的室电 然后225V经过这里啊 这里是桥堆 一个桥堆 整流成300V的默动直流电药 在桥堆后面是没有滤波电容的 那整流过后是不用滤波的 是一个默动直流电药 300V的默动直流电药 桥堆输出端 这里有一个小容量的高压电容 它在这里主要是起了一个旁落的作用 就是移植干扰的 它不是滤波的 所以说我们桥堆输出的是一个300V的默动直流电药 这个300V的默动直流电药 在经过我们这部分电路 这部分电路 转换成一个380V的高压直流电药 这部分电路我们称为PFC电路 就是功率因素效震 这是功率因素效震电路 它就是提高那个在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时候 对试点的那个利用率的 提高它的利用率 我们简称PFC电路 它主要是由这个PFC主控芯片 PFC的开关MOS管 声音二级管 还有PFC线圈 一个大的线圈 PFC线圈 还有两个主滤波电荣组成的 我们380V的高压直流电 一路给这个辅助电源 提供那个电源的辅助电源 一路给这个主开关电路提供电源 主开关电路 主开关电路叫PWM电路 PWM电路 PWM电路 它主要就是一种 磨充宽度调制电路 它通过改变一个 磨充的那个 占控比 它频率是一定的啊 通过改变它的占控比 来调节它的输出电源 我们的辅助电路 辅助电路 辅助电路有 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有一个开关变压器 有这个整流整流二绩管 这边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的整流二绩管 这边是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整流二绩管 初级的整流二绩管 一路是给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 一路是给这个我们的PWC的这个主控芯片供电的 和这个这里有一个寄电器啊 一个寄电器供电的 我们次级的收入是给这个PWM电路的主控芯片 保护电路 PWM的驱动芯片供电的 还有它这个12伏的电压给这个 我们的这个风扇供电的风扇是12伏的 它的电压风扇的电压来自这个辅助电源的次级 这个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的这个12伏 这里有一个三绩管 这个三绩管是调熟的 给了个风扇就是调节风扇的转速的 然后我们这部分 主开关电源电路 它主要有这个 PWM主控芯片 还有我们的这个PWM驱动芯片 还有我们这个驱动变压器 PWM两个 莫视管开关莫视管 还有我们的 主开关变压器 还有我们的 低压同步电路组成的 我们讲一下 这部分电路是我们的PWM主的 低压同步整流电路 我们经过 这个主开关变压降压的那个 SRF的 电压经过这个同步电路整流过后变成 SRF的直流电压 输出的 输出的SRF的直流电压 给我们的矿机供电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电路 这里有个 芯片 这个芯片是一个式运压的 它在这里组成一个保护电路 主要是保护什么 一个是 温度保护 一个是够流 一个是够压 我们在这个PFC这个散烈片上有一个温度 摊头 这个温度摊头 是直接连到这个保护电路的 PFC那个散烈片温度够高的时候 它会 启动这个 启动保护电路 这个保护电路 它主要就是 控制这个 PWM主控芯片的工作状态的 当保护 保护状态的时候 这个PWM电路会停止工作的 防止 那些故障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电路 这部分电路 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采接这个PFC电压的高低 这里有三颗 三颗电阻 通过一个优先采接这个PFC电压 防止PFC电压偏低 引起 引起我们开关变 引起我们的开关电路 就是购载嘛 你PFC电压不足的时候 开关电源会购载的 购载会烧MOS管 所以说我们这里PFC电压不足的时候 它会通过这个电路 然后切断我们的这个PWM的供电 让PWM电路停止工作 这是一个保护作用 还有一个 这部分电路还连到这个 寄电器的寄电器 这里有两个PTC元件 它就是个线流的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启动开关电源的时候 因为由于这两个主滤波电容存在吧 主滤波电容的容量很大嘛 在开关变下器 在开关电源 启动那一瞬间 它的因为电容的充电的时候 电流是最大的 所以防止它那个 电流够大吗 防止电流的充电吗 就是说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设置了一个线流电路啊 这两个是串联的一个PTC元件 就是线流元件 当这个PWC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 就是电容充电达到一定值的时候 它这个 寄电器会动作的 寄电器动作会 就是短路的这两个 线的元件 然后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啊 我们说检修的时候 我们区分一下检修的时候 注意一点的事情 因为我们开关电源啊 是直接进220伏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开关电源 它分了两个区 一个一个高压区 一个低压区 从这里开始啊 这里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 这里 这边是高压区 这边是低压区 我们测试高压区的时候 我们是以这个电容 这个阻力部电容的附近作为它的基准点的 所以这里有个测试点 TES T6 我们这里作为高压区的一个基准点 我们测试高压区的电压是 以这里为基准点的 这个基准点我们称为热地 就是这部分高压区是人体不能触碰的 触碰有费注电的啊 要注意开关秀 开关密压区是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的低压区 低压区这里有个测试点 TES T10 它作为低压区的一个基准点 我们测试低压区的电压的时候 是以这个TES T10作为基准点的 低压区 是不带高压的 所以说要区分这两点啊 一个 这里测试点是热地是高压区 这里测试点是冷地是低压区 热地是不能触碰的 那边的零件是不能触碰的 特别注意 我们这个电源的 这个电流板是双面板 一般贴片元件是全部装在这边 这贴片元件是装在这一面的 我们的直插元件 体积大的直插的 有引脚的元件是装在这一面的 微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